卡通核心认知,化学一点都不难学 你好,我是恩特张伯然 欢迎来到我的小学化学课 第25课里,咱们说过 美国纽约有一个著名的建筑 就是自由女神像 这节课呢,咱们要从另一个著名的建筑讲起 这是一座大桥,叫布鲁克林大桥 这座桥有差不多150年的历史 它是第一座用钢丝悬吊起来的桥梁 我呢,曾经去过 从桥的这一头走到另外一头 确实是既漂亮又实用 真是一座好桥啊 不过,修桥的时候可是相当不容易 这座桥跨越的河流非常宽 所以呢,桥也很长 差不多有500米 比你学校里的操场绕一圈还长 这么长的桥 工程师就必须在河里造个桥墩 才能把它撑起来 可是这条河的水流很快 工人如果在河里工作 可能会被水冲走 怎么办呢 工程师想了一个办法 他造了一个特别大没有底的箱子 丢在河里 然后往箱子里注入高压的空气 把水顶出来 这样一来 工人们就能钻到箱子里 把河底的泥沙呢挖开 再打好地基 把桥墩慢慢的建起来 不会被水流影响了 这想法听起来很好 可是挖着挖着 慢慢的就有工人得了一种怪病 什么怪病呢 工人在水下工作的时候 虽然环境很恶劣 又热又累 但是呢 人没有什么事情 反而呢 是他们从河底回到陆地以后 很快就会开始 头晕 恶心 关节疼 肌肉动不了 有的人呢 连话都说不清楚 患病的人多达上百人 至少有三个人 因为这个病死掉了 因为患病的人 浑身都疼 他的身体里呢 会忍不住的往前弯 所以当时 美国人把这种病叫 弯曲病 为什么会得这种奇怪的病呢 其实假如我们今天穿越回去 只要告诉工程师一句话 就能拯救很多人的性命 这句话就是 不要快速减压 什么意思呢 我们之前讲过 气体会溶解在水里 其实几乎所有的物质 在水里都能溶解 但是溶解的量是一定的 这个数值 我们把它叫做溶解度 因为有些物质 溶解的量实在太少了 和不能溶解 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我们平常会说 它不溶或者难溶 也有些物质 能稍微溶解一点点 我们一般叫微溶 像氧气就能微溶于水 不过所有的气体 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气体的溶解度 会随着压力的增加而增加 比如二氧化碳 在水里呢 只能溶解一些 加压之后 溶解的量呢 就很多了 咱们平时喝的可乐之类的碳酸饮料 都是加压罐装的 你把杆子一打开 压力降低 二氧化碳的溶解度也降低 气体呢 就会往外跑了 你才会听到嘶嘶的声音 而弯曲病的罪魁祸首 就是另一种常见的气体 氮气 氮气在水里只能溶解一点点 一般可以忽略 但是在高压下 氮气的溶解度会增加 修桥墩的工人在河水下面工作 他们也得呼吸 要想把空气打到河水下面去 必须呢 要给空气加压 所以工人呼吸的就是高压空气 这压力高了 氮气的溶解度也增加了 所以很多氮气就溶解在了工人的血液 还有其他的体液里面 氮气的化学性质很稳定 本来呢 没什么事 但是 每天工作一结束 工人就要回到岸上 上岸后呢 呼吸的就是正常压力的空气 压力突然大幅减少 氮气的溶解度也就一下子大幅降低了 结果 就像碳酸饮料把瓶子打开 会往外冒气一样 氮气在工人的血液里冒出了泡 这就麻烦了 气泡堆在细小的血管里 会阻碍血液的正常流动 血液流不动 就没法把氧气和营养物质 输送给身体里的细胞 细胞缺氧 缺营养物质 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症状 严重的时候呢 人甚至会死掉 很多的潜水员和水下工人 就是这么丢了性命 发现了病疫以后 人们给这个病起了一个正式的名字 叫减压病 那该怎么办呢 总不能工人下水之后 就不让人上来了吧 解决的办法 说来也简单 就是慢慢来 工人在高压环境下干完活之后 不要让他立刻回到正常环境 而是要呢 让压力一点点的缓慢降低 先降低一点 释放出微量的氮气 产生特别小的 不会堵塞血管的气泡 这些气泡呢 通过呼吸就跑掉了 再降低一点压力 释放出微量的氮气 最后让多余的氮气 都一点点跑掉 人呢 就没事了 过去潜水员要牢记一个潜水表格 来判断上浮速度多快是合适的 后来呢 人们设计出了减压舱 潜水员在减压舱里面浮上水面 舱内呢 再慢慢的减压 等压力回归正常 潜水员再出舱 还有一些潜水员 会在手上带迷你电脑 用专门的软件计算上浮速度 不过即便有了这么多的方法 还是有不少人会患上减压病 每隔几年呢 都会出现有人因为减压病而死掉的新闻 你看 溶解度这个知识非常重要 甚至可以救人性命 不过啊 空口无凭 现在咱们通过实验 来看一看溶解度这件事 是不是真的存在 往20毫升里加5克食盐 也就是氯化钠 搅了一会儿 食盐消失了 说明食盐溶解了 如果再往里加5克食盐 食盐的总量变成了10克 这时候怎么搅拌都还剩一些 这说明溶解已经抵达了上限 这时候我们就说 氯化钠溶液已经饱和了 如果再加15毫升水 让水的总量变成35毫升 饱和溶液变得不饱和 食盐又能溶解了 实际上在室温下 氯化钠在水里的溶解度 大约是36克 也就是说100克的水里 最多能溶解36克氯化钠 按照这个比例计算 就能解释刚才的现象 20毫升水最多能溶解7.2克食盐 所以放10克食盐进去 会剩下一些 35毫升水最多能溶解12.6克食盐 放10克食盐 就能完全溶解了 刚才说了 气体的溶解度会随着压力的增加而增加 固体的溶解度也有一个特点 就是随着温度的增加而增加 咱们来看看这个实验 这是20毫升的水和5克硝酸钾 搅拌后可以正常溶解 再补5克硝酸钾 现在硝酸钾不能完全溶解 说明溶液饱和了 我们把它放在酒精灯上加热 再搅拌 剩下的固体又能溶解了 再补5克 居然还能溶解 这就表明温度增加 固体的溶解度大大提升了 如果把温度降下来呢 降温后 硝酸钾会不会变成固体沉下来呢 你猜对了 随着温度降低 这里面出现了很多细丝状的物体 这些细丝就是硝酸钾 它的结构很漂亮 很整齐 我们管这种物质状态叫晶体 晶体从饱和溶液里出现 这个过程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动词叫 吸出 你可能注意到了 化学课最开始的时候 做实验都不提分量 但是自从我们开始讲溶液 就要规定这是几毫升水和几克物质 这就是因为溶解度 一定量的水只能溶解 一定量的物质 物质太多 不溶解 就会影响正常的化学反应 不过有些时候呢 我们并不在乎一个物质的绝对量有多少 而更在乎一个物质占混合物的比例 比如想让食盐的晶体从盐水里吸出 可以不在乎盐和水的具体含量 但是得让室温下盐和水的比例大于36比100 比例问题很重要 我们下节课呢就专门讲一讲 最后我给你留一道思考题 刚才说了 100克的水里最多能溶解36克食盐 知道了这个知识 你可以算一下50克的水和80克的水 它们分别最多能溶解多少克食盐呢 把你的计算过程写在留言区和我们分享吧 视频最后我给你留了一张知识卡片 你可以截图保存下来 巧学化学 咱们下次再见